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来去装了支架之后 好像没有那么痛了 但是还是闷闷的 那这次好像是我 那个心肌灌流不太好 那中医可以处理吗 只是中医真的可以处理 让我们来看这一集 灌心病是什么 灌心病其实就是 冠状动脉阻塞性的心脏病 那一般简称就是灌心病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灌状痛脉 是专门在攻击 我们心脏营养的动脉 那它如果阻塞了 就是周壮硬化之后 它灌流效果就没那么好 那心肌就有可能常常缺氧 那心脏就会常常觉得 闷闷痛痛的 那心脏其实最大的功能 就是要去供氧全身 但是心脏自己本身也是肌肉 它也需要有人来供给它的营养 那供给心脏营养这些血管 就是灌状动脉 但是如果这个灌状动脉 它硬化掉 那心脏有可能缺氧 那心脏一个缺氧 那不得了 全身的组织都会缺氧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那为什么会有灌状病呢 其实危险因素很多 像是肥胖或是高血压 高血糖 胆固醇 或是你本身家族病史 就是容易有灌状病的倾向的话 那你就容易有灌状病的症状 那灌状病症状发作起来 就是心脊缺氧的症状 所以就是胸痛 胸闷 然后如果运动量比较大一点 会觉得喘不过气来 甚至喘到冒冷汗 然后喘到恶心呕吐 这些状况 其实都是它常见的症状 那中医要怎么治疗惯性病呢 其实惯性病大部分 在中医来讲就是弹瘀护阻 为什么呢 因为弹瘀护阻 就会让气血不畅通 不畅通就会痛 所以惯性病的病人常常觉得 胸口闷闷的 有时候甚至觉得有点痛痛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胸壁 那胸壁是什么呢 就是胸口这边有气血不顺畅 其实就是血管周状硬化之后 导致我们的心肌容易缺氧 那这个最终于来讲就是 弹瘀护阻 那我们就常常用一些 化弹除瘀的药物 那很多人就是说 他去做一下检查 然后去检查一下发现说 还不到心肌梗塞的程度 可是常常觉得天气一冷 或是一个激烈运动 他又痛一下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心脚痛 那很多人常常觉得很痛很紧 才要去做检查 那其实这时候 如果你常常觉得闷闷的 就可以来找中医保养了 让你冠状动脉灌流稳定一点 那有些人真的去心脏科检查 然后发现说 真的冠状动脉有着 胸壮动脉硬化 然后有阻塞的问题 然后就吃了阿斯匹林 然后甚至他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那也吃了这些降压药 控制血糖 控制血脂的药物 可是呢 还是觉得胸口闷闷的 那这时候呢 也开找中医做调整 帮助自己呢 心肺功能循环 能够更加顺畅一点 像我刚刚开头提到的病人 他其实呢 已经因为心肌梗塞 做过心导管的手术了 然后呢 也吃了西医的这些抗拧血 一些保养的药物 可是他时不时还是觉得胸口闷闷的 那就是心脏的灌流啊 其实还是没有很好 心肌有时候还是有一些缺氧的症状 那这时候呢 中医再给他一些保养心器啊 化痰除玉通壁的药物啊 他就会觉得胸口真的变得比较舒服一点 那所以呢 其实中西配合一起保养呢 一起治疗冠性病 生活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哦 不过呢 大家不要因为听到这样的 就是自己随便去买一些活血化育啊 这些药物来吃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中医的活血化育药啊 也是分等级的哦 像是桃仁红花 都是比较强的药物 你真的要到很痛了 我们才会给哦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有点闷闷的 那我们就给一下比较轻微的 像什么单身啊 刺少啊 这些药物 可以活血化育 但是呢 不太会有出血的风险 但是不要自己乱吃哦 因为比如说像是 平常已经在吃R4P0啊 或是一些抗磷血剂的病人 我们看到了 我们就不会再放这些桃仁红花 以免出血哦 那如果是说 那它平常呢 容易痛得比较厉害 又没有吃抗磷血剂 那我可能就会放一点 血腹猪一趟啊 放一下比较强的 所以像这种活血化药啊 它有很多的层面 让中医师来开立会比较好一点哦 那中医治疗冠性病的优势是什么啊 像这些冠性病的病人啊 它如果已经被西医诊断过后呢 那西医常常会用一些R4P0啊 或是其他的抗磷血剂 会帮助让血栓不要那么快形成 那这样子呢 就比较不会有 急性心肌梗塞的问题啊 但是呢 其实中医这边也有一些 帮助血液动力学 可以更稳定的一些药物可以给啊 那这样一方面呢 抑制血栓形成 二方面呢 让身体不容易出血 可以帮助西药一起来让身体血液动力学会更稳定 那像很多高血脂的病人啊 他常常会吃这些我们中医所谓的活血化育的药物做保养 那这样子呢 也可以降低心血管啊 发炎的风险 这样也会降低冠心病形成的这个几率 那像很多病人啊 他其实是 他已经有在吃降血脂药啊 有些在吃这些降血糖的药物 吃了之后 数据都正常耶 好像说血脂啊 血糖啊 其实都已经正常 然后他就觉得身体容易紧绷啊 然后脖子容易紧绷硬硬的 然后胸口也闷闷就觉得身体有说不出的这种 不轻松的感觉 他配合中药 我们给他一些什么山楂啊 什么红曲啊 吃一次之后 身体的发炎呢 降低了 他就觉得 哇 身体真的变得更轻松了 所以其实中西一起配合呢 让身体的循环更好一点 你真的会觉得比较轻松 那有些时候呢 冠性病发展到极致是什么 就是心肌梗塞啊 这时候发作的时候觉得 哇 心脏好像被石头压住一样 很痛 这时候呢 就一定要赶快去做心脑管啊 赶快到急诊区去 然后去救你的心脏 然后呢 把这狭窄的地方赶快把它打通 命救回来了 可是这些命救回来的病人啊 常常觉得说 胸口还是觉得容易痛痛的 然后如果只要稍微运动多一点啊 这种如影水形的胸闷啊 或是觉得那种压迫感啊 还是会一直存在 那这时候呢 再配合一些 我们帮助心脏恢复灌流的药物啊 就可以让这个症状整个减轻 因为有时候 哎 冠状痛卖通了 可是其实心脊的灌流 还没有到完全恢复 那中药的 再把它推一点 把它加强心脏的灌流 那忍就会更舒服 那我常常用半夏天嘛 白竹汤啊 化痰饮啊 生脉饮啊 让心脊更有力啊 再搭配单身啊 刮楼这些火血化育的药物 让这些呢 其实已经心脊梗塞过 已经命救回来的病人呢 再能够更快地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这些病人呢 关心病的病人啊 饮食要怎么吃呢 只要饮食清淡 那多吃一些像什么 有维生素E的东西啊 可以保养血管啊 那天气冷要注意保养 只是这样就好了 专业的药物给我们开 那你自己如果想要 最多做一点的话 就做一下穴位按摩啊 像是有些穴道 它可以保养 像是我们的内观穴啊 就是三根手指头 碗很稳 然后在这个手腕中线的地方 就可以做保养 还有就是心肠穴啊 这是我们常常用来 急救的一些穴道 就是说你胸口真的闷闷的 觉得有点痛痛的 那你可以常常按这样子 心肠穴 那对于慢性的冠心病啊 都有不错的功效哦 还有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想要喝一些茶饮的 就喝比较轻微的活血化育 可以止痛的这个单身 那两前呢 平常煮来当茶喝 一个礼拜喝个两三次 其实呢就可以当作保养了哦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 有心肌梗塞的朋友啊 该怎么保养呢 其实因为你有第一次的心肌梗塞啊 就表示你冠状动脉啊 真的已经阻塞得比较严重了 有第一次 当然还有可能有第二次啊 那因为你就是长期日记月人 饮食习惯啊 作息不正常啊 或是基因的问题 才会导致这些疾病啊 所以我们当务之急 就是预防第二次再发生 像有个病人啊 他已经做过六次的心导管 但是他还不好好保养 然后觉得说每次只要发作啊 就是有人帮我做心导管 我就命就又捡回来了 我又跟他说你要想想看哦 那六次都是你很幸运哦 可是你如果不幸运 没有及时抢救 或是说呢 冠牛已经变很差了 就算你救回来 可是你还是有功能性的障碍 可能不能动啊 那你要躺在床上 那大家都是在这样子服侍你嘛 你都不能够自主行动 所以已经有发生过第一次的病人啊 第二次如果不要再发生的话 最重要的是我刚刚说到那些饮食啊 运动啊 穴道啊 养生的原则都要做 然后好好找中医师挑立一下身体 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 多吃哪类食物可以保护血管啊 我会建议多吃一点活血化瘀的食物 像是什么呢 然后加点姜啊 加点红枣啊 一方面养心 补气 二方面呢 活血化瘀 还帮助保护心脏 消除血脂 这有蛮好的效果 冬天气温变化比较大 应该怎么要预防发病呢 那天气冷啊 很多人会带长辈过来看诊 因为长辈胸口闷起来 或是有时候甚至喘起来 那这时候呢 我都会跟老人家说 天气冷了 你一定要注意保暖啊 那个头啊 帽子一定要戴好 如果你要出门的时候 那个脖子都要围住 因为我们要避免 这么剧烈的温度变化 导致你心脏负担太大 所以呢 天气冷的时候 老人家保暖 然后避免过度强烈的活动 真的蛮重要的哦 我们自己讲到冠心病啊 冠心病其实是蛮严重的耶 心肌梗塞有时候就带走很多人了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他哦 一定要控制你的血压 血肠 血脂 适当的运动 然后呢 找中医师好好保养一下 才不会变成了 你不可挽救的一些状况 感谢您的收看 大爱学汉衣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